娱乐圈处处充斥着名和力的诱惑 有人在这里名利双收 业务人或争议不断 或一夜之间身半名裂 很多明星的名声脆弱如泡沫 一碰就碎 与其说是艺人的人设崩塌 不如说是他们品行不端 德行不够 这么多年 娱乐圈中塌方的明星还少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 自毁虔诚的明星们 歪歪他们的故事 挖掘新闻内幕讲述明星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新闻歪歪歪 欢迎收看今天的精彩节目 1.陈颖杰 在台湾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老艺术家 资深女歌手名叫陈颖杰 她发表过海海人生 泼浪人生等快智人口的歌曲 被奉为台湾歌坛大姐大 不过 这样一位优秀的艺术家 却被牵扯尽了教唆他人 又欠债不还的案件 瞬间人设崩塌 2020年1月15日 有媒体报道 涉嫌教唆罪的66岁女星陈颖杰 出席庭审 爆出了很多事情内幕 2011年 因为陈颖杰也已收入瑞减 就找了一位已经认识 十几年的好友接待 想要度过难关 她与自己的大姐 一同来到好友家中 以要在厦门举办活动为由 想要借280万台币周转 不过其好友认为金额过高 害怕陈颖杰无法还上 于是提出 必须有人能够做担保 在询问后发现 陈颖杰与大姐目前所住的房子 即是他们的小妹所有 于是进一步要求 将其小妹列为担保人 陈颖杰的大姐因此 在借款条上伪造了小妹的姓名 并且填上了她的身份证号码 好友这才答应借钱给他们 没想到 陈颖杰一直无法偿还这笔欠款 好友无奈之下 拿着计款条 将他们告上了法院 申请对陈颖杰小妹的房产 进行强制扣押 不知道是不是对此事 会有愧疚之心 大姐选择投案自首 承认自己冒用小妹之名 借下巨额贷款 因此被判刑一年七个月 管刑三年 而陈颖杰却拒不承认自己 涉嫌教唆姐姐 伪造签名这件事 坚持称 我绝对没有叫我姐 写小妹的名字 是好友教唆的 但法院认定 大姐是因为陈颖杰的不断施压 才选择犯罪的 因此陈颖杰的教唆罪成立 判刑三年两个月 事情曝光后 网友也被她拒不认账的事情震惊了 纷纷吐槽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陈颖杰 曾经也是众人追捧的对象 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 如今的她 没有了当时的无限风光 网上还有对她铺天盖地的质疑 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二 夏依 夏依曾经是台湾综艺节目中 很受欢迎的一位女艺人 她曾经与台湾娱乐圈中张飞 王伟忠等大咖合作过 在当年火遍两岸三地的综艺节目 综艺大哥大钟 就经常能看到夏依的身影 夏依之所以能在台湾综艺中迅速走红 还要依赖于她的特殊性 台湾综艺中的主持人和嘉宾 大多都是本土演员 而夏依却不一样 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家中还是黎原世家 世代唱戏 所以夏依学过戏曲 又因为是上海人 普通话和上海话都说得非常好 夏依在结婚之后 便跟随丈夫来到了台湾发展 在综艺节目中 夏依很能放得开 幽默感十足 另外她还能在节目中说深海话 唱戏曲 这在台湾娱乐圈中可是很少见的 加上有王伟中的力捧 所以夏依很快便在台湾走红了 后来夏依与自己的敌人丈夫离婚了 恢复单身的她与倪敏然 有了婚外恋情的绯闻 当时还有新闻爆出 夏依曾经怀过倪敏然的孩子 并以此要挟倪敏然离婚 之后倪敏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外些都认为是夏依逼迫倪敏然 才导致倪敏然去世的 但面对这件事情 夏依的态度很是强硬 这惹怒了台湾娱乐圈中的很多艺人 夏依在台湾遭到抵制 无奈 夏依只能回到大陆发展 回归大陆之后 夏依的名气便大不如前了 离开台湾也脱离了无休无止的绯闻 夏依的生活明显低调多了 前段时间夏依还坐起了 美国某所学校的招生代理 但没想到因为招生名额的问题 再次惹上了官司 已经年过50的她 还要应付如此之多的糟心事 真是够不容易的 三 行风 多年前 知名主持人行风 在秀场节是22岁的朱慧珍 两人很快陷入热恋 两年后 朱慧珍在未婚状态下 产下女儿朱安洁 本来外界以为两人会迈向婚姻 没想到一年后 金船分手 只留下一张和乐融融的全家福 两人分手后 闹得相当不愉快 行风曾为情所困 试图到台北大湖公园结束生命 索性获救 但也埋下日后两人 长达多年的爱恨纠葛 朱慧珍指控行风 有上人倾向 与某女星有染 还逼她做冲动的事情 当时的她肚里 毛有女儿 于是就向南方下跪求饶 朱慧珍甚至语出惊人的表示 孕期九个月时 遭到行风继父的侵犯 向南方告状 却不被采信 还反咬时自己去勾引别人 让朱慧珍彻底对行风失望 行风面对一连串的指控 通过节目解释 只有一次洞粗闹上警察局 还还原当时的情况 不是我打她 是她爸爸跟她弟弟打我 她也否认自己背叛感情 表示与朱慧珍分手四年后 才和老婆许素碧结婚 因不满朱慧珍到处造谣 行风于2012年 在律师的陪伴下 致台北地检署案灵控告朱慧珍 涉嫌妨害名誉及恐吓 4.彭恰恰 2022年3月3日 据媒体报道 老戏骨彭恰恰已秘密离婚 与妻子黄敏宽 结束了30多年的夫妻关系 好友林董受访时 证实了这一消息 彭恰恰宣布破产至今已两年 在林董的帮助下 目前还了8000万 林董出席活动时 谈到了彭恰恰还钱的进度 并意外曝光彭恰恰 已经与妻子离婚 具体签字时间 林董说不太清楚 但从两人分居的时间来推断 应该快两年了 关于离婚的原因 媒体称使黄敏宽 无法忍受丈夫不断借钱 令她过着无法安心的日子 无奈之下提出离婚 离婚后 家里价值几个亿的豪宅 留给了黄敏宽 但她为了帮助彭恰恰还债 把房子拿出来抵押 也就是说房子是有名无实的 林董还爆料 彭恰恰现在走路 一瘸一拐 非常辛苦 也不知道她还能撑多久 不管怎样 希望彭恰恰尽快解决债务问题吧 5.袁为人 说起袁为人的名字 年轻人可能不太认识 但说起她的作品 大家绝不陌生 她曾为纳英写过 征服 蹦一场 也为王菲写过悬幕 执迷不悟 她不仅担任过郑秀文 陶基盈 动力火车 许如云 刘若英等巨星的专辑制作人 还亲手挖掘了SHE 作为音乐人的她功成名就 但在感情方面 她也扎得人尽皆知 袁为人有过两段感情 第一任情人 是唱作歌手陈小娟 两人在一起七年 可惜最后却因了解而分手 他们彼此都觉得 当知己好友比情人适合 后来 袁为人有了第二任妻子 陆元祺 陆元祺与袁为人结婚后 自愿退圈当全职太太 做袁为人的最强后盾 只可惜 这并没有换来袁为人的珍惜 才结婚一年多 就屡屡传出婚变 陆元祺不愿被婚姻所困 便喊泪提出离婚 没想到 却遭到了袁为人的拒绝 袁为人甚至出言讽刺 他不会拿赡养费 去抚养孩子 2018年10月 袁为人在上海不善跌倒 引发脑溢血 被紧急送医后 还查出了脑癌 陆元祺知道后 迅速带着一对儿女 飞到上海看她 还写信鼓励她早日康复 然而 2020年10月 不幸再次降临在袁为人身上 她从轮椅上摔倒 导致头部撞伤 再次入院 2022年1月 医院宣布袁为人成为植物人 事到如今 她也算得到教训了 6.罗志祥 罗志祥与京城白富美中阳青的 9年恋情 曾几何时 也是被一众网友所羡慕的 罗志祥出道很早 绯闻情绪也很丰富 杨成龄 李渔芬 简凯乐等众多女星 都曾与她传过绯闻 罗志祥在台湾发展得非常好 在2013年 一年的时间里 她举办了30多场演唱会 10多场商演 再加上商业代言 这一年她赚的钱 就超过了6亿台币 2014年 罗志祥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 来到内地发展 通过真人秀综艺极限挑战 迅速积累起了高人气 罗志祥的名气越来越大 关注她的人也越来越多 随之有媒体拍到了 罗志祥和周扬青 二人一起在日本游玩 两个月后 罗志祥就在社交平台上 公开了恋情 可没想到 周扬青却被罗志祥辜负了 周扬青爆出自己 与罗志祥恋爱的9年里 罗志祥背叛了8年 还玩得很花 甚至开展了多人运动 这一爆料让罗志祥 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内地的事情毁于一旦 更是要面临多家品牌的索赔 她也被网友讽刺地 冠上了时间管理大师的名号 罗志祥自私以后 也灰溜溜地回到了台湾 你还记得 《海豚湾恋人》这部电视剧吗 据说的女主林伟军 不仅凭借这部剧 成为了90年代最完美的女人 一出道就被誉为清纯玉女 还是宅男的梦中女神 但或许就是因为如此吧 林伟军的感情生活 也相当凄惨 据说林伟军自从出道以来 换过14个男友 而且他交往的这些男友 或有钱或贫穷 或有名或只是小角色 甚至还有圈外人 可以说只要林伟军喜欢 他都会去交往 甚至林伟军在和男友交往期间 竟然还多次背叛感情 当时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正因此事 林伟军最终被血藏了 自毁前程 可谓相当凄惨 以上这些艺人 都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